既拥有危险夺命的能力 又拥有小大人的可爱模样 安妮是一名掌握着艳能的魔法师 安妮生活在诺克萨斯北边的山脚下 即使是在这种地方 她也仍然是魔法师中的异类 她与火焰的紧密关系与生俱来 最初是伴随着喜怒无常的情绪冲动出现的 不过后来她学会了如何掌握这些小把戏 火焰是我最喜欢的玩具 重作后的安妮伴随英雄联盟手游新版本上线 安妮的三技能比大招获得了调整 变得更为强大和危险 三技能熔岩护盾 新版本中熔岩护盾能更有效的保护安妮和提博斯 开启三技能后 安妮为自己和提博斯提供一个临时护盾 并获得移动速度加成 在三技能的改动后 召唤师们的玩法策略变得更为丰富 三技能可以作为安妮没有闪现时主动进攻的手段 也能用于保护自身 在召唤出提博斯后使用三技能 安妮更是能提升自身与提博斯追击敌人的效率 终极技能提博斯之怒 新版本中 安妮的大招有了更丰富的玩法 大招新增再次释放功能 安妮可以命令提博斯飞扑目标 提博斯飞扑目标时不可阻挡 落地时造成魔法伤害并将目标击飞 在提博斯刚被召唤出来时 提博斯飞扑敌人后 以及安妮阵亡时 提博斯会触发增加移动速度与攻击速度的暴怒效果 全新的大招 为安妮增加了更多的控制手段 其在对线时的爆发伤害 以及在团战中的多段控制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安妮的连招策略也变得更为丰富多变 在补足了三技能的机动能力 加强了大招的控制与伤害后 黑暗之女安妮将与其最喜爱的玩具一起 在峡谷中四处燃烧 琵琶作响的熊熊火焰